这期内容会比较有门槛 但如果你能成为真正理解并做到的那百分之一 你就能慢慢洞察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 内容比较长 希望你耐心地看完 什么是深度思考 我们为什么要深度思考 电影《教父》里面有一句我非常喜欢的台词 花半秒钟就能看透事物本质的人 和花一辈子也看不清的人 注定有截然不同的命运 那我们和那些花半秒钟就看透本质的人 到底有什么不同 答案就是他们懂得如何深度思考 而大多数人恰恰是没有深度思考能力的 他们以为的深度思考 实质上是一种基于经验的本能反应 是思维的解禁 也就是会产生这种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好的就是贵的 这种惯性思维 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归纳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都知道大脑在思考的时候是极其消耗能量的 在远古时期那个资源匮乏的时代 大脑为了适应生存就有了一套节能的机制 节能就是寻求本能的反应 也就是不思考 而这种本能的反应被延续到了现在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不假思索的摄取大量碎片化的经验 去学习一些所谓的技巧 方法论 但这些方法总是在某些情况下有效 它是不适用于所有情况的 一旦情景发生改变 你就会发现它完全失效 厉害的人往往都能通过深度思考 摆脱这些思维关系 寻求本源 寻找那个道 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和东方哲学中的道 其实是一个意思 都是追寻事物背后的规律 这些人能把大量的不变规律 归挡到自己的大脑 在运用到评估现实世界的无限场景之中 用确定的规律去对抗世界的不确定 也就是道德经中的以不变应万变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深度思考 找到本质的规律呢 分享一下我浅薄的观点 第一 学会追本溯源的能力 也就是从表面问题找到潜在的原因 具体方法如下 从眼前要解决的问题开始 分析产生的原因 再分析原因的原因 直到推导到那个不需要证明的根源 那个源起点 尽量去找寻所谓的第一性原理 这就和五外分析法异曲同工 举个例子 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老板 你发现最近公司的销售额有所下降 通过问为什么你知道了销售额下降的原因 是客户数量的减少 而为什么客户数量会减少呢 因为你们失去了一些老的客户 为什么会失去这些老的客户 因为以前产品的质量和现在的质量有所差距 通过不断追问的方式 发现公司销售额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品控问题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只用聚焦在生产端和供应链上 如果你盲目地用降价促销或者加大广告宣传的方式提升销售额的话 是治标不治本的 所以通过这种理性的推演能让你更接近事物的本质 第二点 什么是愚昧山峰 它来自于达克小尹 是一种典型的心理学现象 简单解释就是 明明一件事是错误的 由于认知的不足 他们会在现有的认知上 得出自认为正确的错误结论 他们受环境 经验 眼界所局限 这些因素会让他们只看到事物的冰山一角 身处在愚昧山峰的人 往往都充满了否定思维 并且自我设限 就好像盲人摸象一样 你以为的绳子 只不过是大象的尾巴而已 那些从来没走出过洞穴的人 是无法理解和感知洞穴之外的世界的 尼采说过 眼睛就是监狱 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围墙 这种愚昧的自信 会导致你看不到外部世界的真实反馈 而我们恰恰就需要这些反馈 来纠正自己的现实理解 从而拓宽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边界 如果你沉浸在自我构建的虚幻 满足之中会导致极度的无知 并且一次次的头撞篮墙 所以要走到所谓的开悟之坡 首先就需要摆脱这些愚昧的自信 认识到自己的无知 当我们接受外界信息和自身想法不一致的时候 才不至于把精力用在维护自身身上 而是去修正自己的想法 第三点 训练原认知的能力 什么是原认知 简单来说就是认知你认知的过程 思考你思考的过程 原认知包括三点 就是对认知事物进行思考 检验以及修正 从而达到对信息进行趣味存真 有表吉理的程度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在网上遇到喷子 你可能会下意识地想怼回去 但是一旦你动用了原认知 你可能会去重新思考 为什么你想怼回去 是因为他记录了我吗 他为什么会想要骂我 是他有个悲惨的童年 还是他就习惯到处喷人 他喷的内容是有逻辑的吗 还是说他就是胡乱发泄 如果你通过思考发现 他所说的内容 不合逻辑 也不讲道理 而他的目的就纯粹 只是为了恶心你 如果我再怼回去 可能会陷入无尽的争吵 对我完全没有好处 那你可能就会调整自己的情绪 去选择忽视他 或者是同情他的遭遇 这就是原认知的整套流程 这种站在第三视角 审视自我的方式 可以清晰地剖析你的思考过程 宇宙的运行规律 是相同的 你需要做的 就是抓住和掌握这些规律 就算细节有所变化 依然能透过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 我们通常都会低估一些基本的思想 而去羡慕一些高估 并且复杂的理念 往往这些基本的思想 蕴含着普世的规律 当你真正深度思考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所见的世界 是另外一个样子 借用康德的一句话 作为结尾 本质是那些不受经验支配的 永恒不变的东西